有毅然決然轉好 創立台灣第一家問題指甲處理店 包括治療灰指甲 或者指甲面試矯正都難過倒他 不但年收超過兩百萬 更準備開第三家婚禮 短肌穿著涼鞋 夾腳剝鞋大妹把小鴨子露出來透氣 但要是腳會不會髒髒 那可就糗蠻了 該怎麼保養 我們請來美甲師教米招 其實如果在家的話 一樣你可以拿到原化 或者是消毒的效果的話 就可以加在家裡加些銀包 第一步先泡腳十分鐘 軟化腳趾 接著由下往上去腳趾 基本清潔後 再來就是把指甲修得美美哦 建議的民眾就是說 希望能打瓶剪 如果你指面本身有一些多維的狀況下 那你就可以進行指面的往上 像我們的腳的一樣去腳趾 那就做指面的拋光 哇十分鐘不到 指甲變得光滑透亮 最後抹上保護組裝就大功告成囉 兩腳筆一筆是不是差很大 可是你真的還需要再上一種 因為那一塊有點進行 過時美女愛美 怎麼店裡頭 還有六十多歲的老先生 原來這不是一間普通的美甲店 而是台灣第一家問題指甲處理店 老闆娘間美甲是了李安琪 十九歲考上高姐 卻因為受訓時水土過補 轉行到皮膚科上班 因緣機會接觸到指甲醫療 我就想說那我就學指甲 看可不可以做指甲 就把它想辦法改善 因為我想說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他就說拜託你好好在護士 人家都覺得護士空姐 不是一個狠狠的一個工作 怎麼要去幫人家蹲的洗臭腳 不顧家人反對 李安琪花了兩三百萬 到國國進修 從治療、背指甲、卷甲、編型、矯正 都難不倒他 現在準備開第三家燈店 比周路兩百萬 他說成功的秘訣 沒有別的就是要度的 你蹲的越低 你成功的機會越高 你蹲的越低 你要爬起來的機會 可能會比較多一點嗎 李安琪生活忙碌 卻不盲目 注意到台灣指甲重建 這塊死角 為自己開創 精彩人生 介紹房子 文俊傑 台北報導 同樣開創精彩人生的 還有自身藝人 羅瑞 我來自身藝人生的 平性 有 有 有